這次特別召開的董事局臨時會議 主要是向大家交代 新加坡迪羅斯國際基金 違約撤資的突發事件 Marco之前飛到新加坡 找Mr.De Rossi交涉 Marco, 麻煩你向大家說說現在的情況 很遺憾 我這次的遊說失敗了 Mr.De Rossi堅決為止去撤資的決定 我對不起大家 對不起?你看看今天馬小股價跌了多少 為什麼會這麼失散? 你遷用之前沒有了解對方的情況嗎? 這次融資是你去新加坡失去實資傾來的 現在對方說撤資就撤資 玩泥沙, 你怎麼做的? 現在我們一群董事損失慘重 Marco, 你要負全責 大家聽我說 穩迪羅斯國際基金進行融資 是經過董事局批核的 現在不是說有問題的時候 就要找某一個人去承擔所有的責任 現在我們一群董事 損失界是真金白銀 這個還夠不夠負責? 就是了 我明白, 但我只是覺得 我們不應該這麼早去認輸 況且現在最重要是解決方案 不是找人負責 我希望各位可以跟我一樣 同心合力, 渡過難關 小子女兒 不是叔叔老氣橫臭嗎? 是呀, 幾百億的開發項目 每天都在燒錢 是呀 你怎麼不明白的話? 沒用的 是呀 這件事是因我而起的 我會負起全部的責任 不過這個項目應該怎麼解決 前面還有一大堆的問題 如果我在這一刻一走了之 只會有更多的問題出現 我希望大家給我一點時間 等馬氏到過難關之後 我一定會忍夠辭職 站在公關的角度 如果現在會管理層的話 恐怕外界會更多的差異 對馬氏的股價也不會那麼好 各位, 我也贊成被Marco暫時留音 讓他可以繼續處理 Divoste設置的事 其實我們眼前還有很多還未解決的問題 如果突然換了項目主管 只會引起更多的混亂 為什麼你剛才不乘機把Marco踢了 還要幫他說好話呢? Khloe說得對的 現在踢Marco出馬氏 只會增加更多不確定性 對股價更加不利 Khloe, 看事情看得挺通透的 最重要是我還沒清楚Marco和Divoste 究竟有沒有合作出股 放在他公司, 遲早會老出馬腳 那倒是 如果他們兩傢伙合作出股的話 那Marco不會出手救馬氏吧 至於你的二嫂, 更加死得快 我始終認為 唯一可以解救馬氏的 就是說服Chelsea駕給龍文彪 換取金龍出手, 支持馬氏 你老爸說得明白 不會勉強Chelsea的 還有我老婆, 她極度反對 我也不敢說這麼多聲音 聰明, 怕老婆才有運行 很麻煩 為什麼剛才你要這麼衝動 把所有責任不擁心呢 幸好Khloe他們幫忙 那些東西好像地震一樣 為了安撫他們穩定軍心 這是最好的辦法 更何況不想這件事 影響到你馬氏的地位 只要能夠保住你 其實我有個有什麼傻瓜 監嫂 回來了, Chelsy 那個龍時董事會開完 幸好你的合約會員來不了 那些董事, 個個個好像想吃人一樣 我也猜到了 我自己也沒面子見他們 對了, 今天特地過來 找你吃午餐的 不是連你也想勸我嫁給龍文彪嗎 我特地過來是支持你的 甚麼嫁給龍文彪 即是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嗎 家裡發生那麼多事, 我還堅持 你覺得我很自私嗎 一件事還是一件事 感情的事, 一向不可以勉強 真的嗎 如果不是發生那麼多事 我想我跟龍文彪也有一點機會 但一想起 這場是一個政治婚姻 我就很反感 所以我說 千萬不要勉強自己 明明我就是這件事的主角 但每個人都在我背後指指點點 從來沒有人在我面對面 說過這個問題 那你就要多得老爺了 爸爸 我真的沒想過老爺這麼堅持 不可以用政治婚姻來換取金龍 出手幫助馬事 去解決這個問題 正因為老爺這麼說 其他人就不敢再在你面前提起這件事 爸爸真的這麼說 其實老爺真的很疼你 怎樣?開心點了沒有? 有胃口味 有胃口味 請你吃飯 好 什麼?股價又跌一繩? 是呀, 二家嫂和展虹怎麼搞的 讓你表姐夫知道 失衡就爆血管了 就這樣吧, 我沒心情跟你說話 婆婆, 有擔心公司的事嗎? 剛剛才跟你表舅老爺說電話 他說股價又跌一繩 你跟展虹怎麼搞的?是不是沒辦法 辦法不是沒有, 但老爺反對 那個老爺也是 你說, 超遲的 被他嫁入羅家 我們真的一天都趕光了 既然老爺現在心意已決 最重要的是Chelsea怎麼想 你的意思是… 你想想 老爺也是不想強迫Chelsea的嫁 但是如果她是心甘情緣嫁給龍文彪 那你所有問題都解決 你也要超遲, 她肯定才行 既然我們說服不了她 我們可以找一個可以說服她的人 可以說服她的人? 小姐, 玲姐 超遲回來了? 大媽媽, 媽媽 Chelsea, 這麼晚回來? 公司有很多工作嗎? 真辛苦你了 姐姐買了很多人心海味 上來給我們吃的 過來坐 大媽媽, 今晚來這裡吃飯嗎? 我走了, 下次再去吧 阿敏, 如果你吃完花膠 你告訴我 我下次就訂了你的份 好, 姐姐, 你有心? 我司機在樓下等我 下次再來探望你們 好, 我送你 小心 阿敏, 你考慮一下我剛才跟你說的話 我會的, 姐姐 還有, 時間多來我們家吃飯 我們大家自己人嘛 知道, 謝謝姐姐 再見 再見, 再見, 大媽媽 大媽媽上來探望你 當然勸你叫我跟龍林彪在一起吧 其實有誰做媽媽的 不想女兒得到幸福 這麼多年來 你在外面被人懷疑女兒 留在馬市不得志 你以為媽媽不知道, 不心痛嗎? 如果龍小子真的喜歡你 媽媽相信 你跟她在一起一定會有幸福 媽媽 我跟她只不過是工作上的同事 跟她不是很熟 人家都說娶你 怎會不喜歡你呢? 還有你們年輕人很流行說 應該嫁一個愛你多一點的男人 比嫁一個你愛她多一點 不是嗎? 你再想想 這二十多年來 你大媽什麼時候有笑過 像剛才這麼好心的好戲跟我說話 其實媽媽這輩子 都沒有什麼大奢侷 唯一的心願 就是希望我女兒嫁得好 老公身體健康 姐姐可以接受我 這樣就可以完完全全地做一家人 和和氣氣 安安樂樂地一起生活 超遲 如果你嫁了進龍家 不僅你有個好歸宿 你還可以幫到爸爸 救到馬市 我相信到時候姐姐都會接額我們 媽媽 對不起, 我辭職了 那你不做了 想不到你做了好嗎? 沒關係, 我自己做了來的 最近公司很忙 好像很累的樣子 我一直都不覺得你是一個壞人 但是想不到你會成人之危 我會成人之危 Josie,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我有說錯嗎? 馬市融資出現了問題 一直跟金龍延期融資的限期 但是你竟然向你爸爸提出 利用我作為交換條件 你當作是什麼科目? Josie, 我想你真的誤會了 我知道外面的人 每個人都說我是姨奶女 但是我有尊嚴 我一直用我的實力 做到一個獨當一面的人 如果你覺得我 像你以前的女朋友一樣 那麼貪慕虛榮的話 你實在太不了解我了 我想我跟你以後都沒有甚麼好在談 蔡食 你可否給我一點時間 讓我跟你解釋, 好嗎 我從來沒有逼過你跟我結婚 那也說沒有 第一, 我對你是絕對認真 我真的很想跟你在一起 第二, 我真心想幫你們馬仕 解決這次的危機 但是我們金龍是一間上市公司 如果我不跟合約 追究你們馬仕的話 我跟股東是無法交代的 所以唯一辦法 就是動用我們龍家的私人財力 但是我需要一個很好的理由 才可以說服到我爸爸 一姐很不幸 這兩件事在同時間發生 我也很想你們馬仕 任何問題都沒有 那我就可以慢慢追求你 直至你感受到我誠意為止 但其實我真的有點不甘心 想不到我在你心目中 竟然是少許的效率價值都沒有 很感謝各位傳媒朋友 出席馬仕集團這次召開的記者會 今天主要會就新加坡迪羅斯國際基金 取消向我們和金龍集團 合作發展的新鐵路線總站項目融資 作出回應 現在有請馬仕集團的CEO 好, 馬欣申女士 大家好 由於迪羅斯國際基金臨時取消注資 令公眾對我們馬仕集團 綜合其發展有所懷疑 也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馬仕集團的股價大幅波動 所以我希望藉著今天的記者會 作出一些澄清 第一, 我們營運資金方面 絕對沒問題 第二, 新鐵路線總站項目 我們已經和多家… 你所說的新方案 是不是金龍會議家族名義貸款給你們? 我們收到消息 因為龍馬兩家就快結成親家 所以金龍集團才會議貸款給你們 請問是否真的? 傳聞龍文彪先生 已經向你們CALSE MAGIC 求婚 是否真的? 由於這些問題, 適合了太多私人理由 我不介意, 這件事不懂得這麼明通 這件事也知道的 我猜你讓人轉到房間出來 請問龍先生是否真的向你正式求婚 你有否答應到他? 你是否為了還賺家族生意 而答應加入龍家呢? 爸爸 爸爸 坐吧 今天在公司的記者會那些記者 不停問你和龍文彪的事 有沒有嚇到你? 小事了 是我自己的經驗不夠, 不懂得處理 正所謂經一事, 掌一志 經驗是要累積回來的 對了, 超子 無論外面的人, 怎麼說也好 如果你自己不願意做的事 就千萬不要勉強自己 爸爸, 對不起 家裡這麼困難, 但是我… 爸爸說了一來一, 二來二 都說沒有人可以勉強你 就算外面有多大的風雨 都是由我這個爸爸頂住的 爸爸, 所以你不用怕 容姿問題, 希望幾位能夠認真考慮 我們見幾位世伯, 乾杯 大家乾杯 馬爺, 我們老朋友難得見面 不是只顧著談公事才行嗎? 還以為你特意約我們出來品酒 就是了 馬爺, 你喝得這麼小杯 似乎差點誠意 黃翁, 說得好 誠意當然越多越好 菜都涼了, 大家吃完再喝吧 馬爺, 你沒聽過嗎? 馬爺當年有個花朵 叫什麼?千杯不醉 是不是?馬爺 我老爺心血管不好 姨家嫂, 你放心吧 今天這麼多老朋友在這裡 他們一定看著我的 來, 千頓為敬 喝杯 好… 好… 馬爺, 馬爺很棒 馬爺又變回來 好… 這樣才是吧? 來… 馬爺果然夠豪氣 嫂子, 你不用陪我了 騎車我就行了 不要, 我親自送你回家會比較安心 Marco, 我現在先送老爺回家 待會公司見 再見 老爺, 其實你不要多掛念我 剛才那群伯伯父 根本沒有心幫我們馬事 只是想多呼應我們 怎麼會這麼煩? 這裡…哪兒來的? 為什麼…我會在車裡? 老爺, 你沒事吧? 是不是有什麼不舒服? 老張, 請我罰 你是誰? 為什麼?不是老張? 怎麼回事呢? 我老爺患上了輕度的腦退發症 為什麼之前完全沒有跡象? 其實病徵一直都有, 只是不太明顯 一些嚴重的精神情緒打擊 會令病情突然之間惡化 像馬耀祖先生過身 對馬老先生就會帶來影響 馬老先生一直都有保持吃藥 這個病情也控制得很好 可能一時不停吃藥 加上他喝了點酒 才會出現突發性失智情況 我會開一種強一點的藥給馬老先生 只要定時吃藥, 多點休息 應該可以有效控制病情惡化 老爺, 為什麼你不跟我們說? 婆婆她知道嗎? 現在馬耀祖的情況 我不想大家多煩惱一件事 老爺, 這件事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 大伯, 你怎麼樣? Marco 我收到電話立即趕來 來, 沒什麼? 可能剛才喝多了酒 一時之間血壓高了 媳婦大驚小怪而已 對, 醫生說老爺近來可能粗糊過度 休息多一點, 準時吃藥就沒事了 老爺, 我們走吧 好 有些禁止嗎? 有些禁止嗎? 我找人查過 Derox正式向外公佈 他爸爸老迪羅斯的病危 以及公佈取消發展項目融資之前 在海外, 現在人帶搜官馬市的股票 查到什麼人做的? 有些很明顯是人頭戶口 有些是海外經電腦落盤 很難查得到 這很大機會是這個Derox在這裡玩 等那些不利消息公佈之後 幫他大手沽空, 掠個筆 我也有這麼懷疑 我會沒有證據 姚中在新加坡的, 他幫忙查 大哥打給我了 他說會找世興叔幫忙了解一下 媽的宣傳, 現在又有病毒 媽的宣傳, 老是在我們身上 下一步行動, 你什麼時候開始? 現在還有其他原則 是, 網上的網上的很危險 但香港的狼木和媽的利益 是真的嗎? 我們必須結束這條算 我自己賺了這個 只不過我, 必須的 我要的東西呢? 那天我們接到通知, 說有人報案 在山坡下面發現三具屍體 我們趕到現場 其中兩個就是你之前給我看過 那張照片裡面的那兩母女 另外還有一個男人 我們查到他是本地黑幫成員 叫做大頭 那你覺得這是意外, 還是另有內情? 我們根本沒查過 因為上頭跟我們說 有人給了一大筆錢 要我們把這案件當作一般意外處理 上頭嬌刀 我們又有筆橫財, 當然照做 至於是誰 有什麼大筆錢藏你們? 背後是誰, 我就不知道了 至於做中間人的叫胡威 和在山坡下跌死的大頭 是同一個黑幫的成員 不過聽說胡威已經離開山打根 去了新加坡 你們說的胡威是這個人嗎? 沒錯, 就會他 有沒有去新加坡的地址? 那就沒有 不過聽說這個胡威是個難倒鬼 看你弟弟 去完新加坡旅行回來 就只買一大堆他自己喜歡吃的 鹹蛋魚皮回來 那香港甚麼都要買 這個牌子的鹹蛋魚皮 只有新加坡才有 你說他, 沒來搭訕的 怎麼買這種東西 你可不可以買燕窩鮑魚給媽媽 突然跑去新加坡 你走了之後 媽媽不見了大堆身家 關了什麼事? 什麼不關你的事? 不是你走了去新加坡 如果你在公司給媽媽消息 媽媽知道不是一早放掉你的股票 不用虧這麼多錢 甚麼?姐姐是主持人 你不是去找她 主持人不能披露內幕消息 會坐牢的 阿芯, 其實你不說話而已 你可以摸下頭, 或者摸下頭 媽媽很聰明 把她放光, 這樣就沒事了 現在… 為何不說話 沒有男和女可以嗎 你懂得投資的東西嗎 股票當然要高沽、低渣 媽媽, 你放心吧 我們正在想辦法了 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到過這個難關 阿芯, 你又跟媽媽說什麼官腔話 不是了, 我明天也放了一半 你說什麼辦法也不知道行不行 真的… 明天夠了… 現在去開飯了 開飯了… 又開飯? 是… 走… 你叫我去新鴨屋找的東西 資料在哪裡? 相信你嗎? 相信你 但是讓你說得更小和姐姐 Marco他真的很有問題 你說你在新加坡? 剛才出演完, 現在離開酒店 去聖桃沙 不用這麼說嗎?現在已經10時多了 這些賭人通常都在這個時間店 只要我找到一個胡威 我就知道恩森 有沒有用錢收買山打家的警方 令Mandy兩母女的死 當作意外處理 就算胡威真是當日Mandy身邊的保鑣 也不代表他會跟Sammy有關 你也許說, 胡威是黑幫分子 有可能真是Mandy 他請錯了一個壞人做保鑣 整件事究竟是否跟恩森有關 只要找到這個胡威 就一清二楚, 讓我消息 等等, 你現在在新加坡 我有件事想你幫我查一下 想不到見了這麼多銀行 他們都對我們這麼懶惰 那些銀行員就這樣了, 浪月收姐 可能我真的太高估自己的努力 如果我知道這樣的話 我不會把你拖在這個項目上 你別這麼說, 二嫂 是我幫不到你才真的 算了, 我趕著上去開會 我上去吧, 再見… 二嫂, 我上網查過這包藥的藥名 是故意用來治療腦退化症的 你不要再瞞我了 爸爸又不是患了腦退化症? 既然你知道了 我都無謂再瞞你 是, 你爸爸患了腦退化症 但他不想被人知道 所以我沒有說出來 為什麼會這樣? 我沒有說出來 聽醫生說 老爺有這個病一段日子了 一直都是靠食藥控制著的 但是因為這次我們和金龍的合作項目 無謂用之失敗 令馬仕股價大跌 他已經一把年紀了 為了挽救馬仕 還四圍貧坡, 求老友幫忙 對, 求老友, 求老友, 求老友 上次在車子裡 他突然之間不認得人 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我怕他有事, 急急送他去醫院 我才知道他有這個病 真的沒用 爸爸病了, 我竟然不知道 傻瓜, 你又不是跟他一起住 怎麼看得那麼多 你放心吧, 醫生說他這次病發 是因為沒有準時吃藥 所以自從那次之後 我親自替他拿藥 定時定後看著他吃藥 沒事的了 就是麻煩你替我照顧他 Jose 你爸爸不想我們擔心 所以你要詐不詐 其實他真的很疼你 他怕你為了挽救馬仕 急急嫁給姓龍 寧願自己辛苦一點 到處去求人 找我還要挨 嗨 嗨 謝謝 歡迎 對不起, 這次要你等我 我還在這裡 我們時間不太合適 事在任何形 只要我等到你就可以了 不如我直接一點 其實我今天約你出來 是有兩個問題想問你 不過你想清楚才回答我 看來這兩個問題很重要 你問問 我想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願意幫馬士 解決這次的難關 還有 你對我是不是真心 Jersey 我對你是百分之一百認真 所以你在家裡的事 我會用盡我所有方法去幫忙 金融的錢是股東的錢 我不可以隨便下決定 但是我會說服我爸爸 用私人的財力去幫忙 這是最快, 亦最有希望成功 這是我現在唯一想到的辦法 我會教授 Jersey 我會希望你會相信我 相信我從來都沒將我們這段關題 當作是一個生意交易 我也不希望你會因為馬士的利益 才答便嫁給我 我就是很認真去對待這段關係 才一直拒絕你 不過很可惜 我們這段關係 已經涉合一個交易 既然如此 不如我們白紙黑字寫清楚它 好, 我們可以簽訂一份 有法律效力的協議書 如果我龍門標, 沒辦法 或是沒有及時出手 去解救馬仕的危機的話 我們這個婚約就作廢 媽媽, 我們不用等姑姑嗎? 那個超遲, 她說回來吃飯 現在還沒到 Charlie近日給我看 要是開房子, 我打電話 看看她去哪裡 好 Charlie姑姑娘回來了 爸爸, 大媽, 二嫂三哥三嫂 Marco Charlie, 這麼晚你去了哪裡? 沒有, 剛剛跟文彪在一起 對, 我見金齊人有件事想宣佈 我答應了文彪的求婚 你終於答應戒給龍門標嗎? 那好吧, 一天都乾了 真是謝謝婦殺, 買紙藥夠了 你坐下吃飯 小姐, 起來… 你坐在這裡… 坐下, 吃飯吧 你坐下, 吃飯吧 這個戒指有多重? 我不知道, 兩三卡掛 我一向都不喜歡鑽石 我的意思是 牽涉到馬家和龍家 幾百億的生意 有關乎我們馬仕的前途 你戴著這個戒指 對你來說, 不覺得太重? 其實, 馬家一直都給不了你 除了兩餐溫斗和公書教 這些都是父母應該做的事 我連一個完整的假都給不了你 爹爹, 你別這樣說了 我意思是說, 你不需要為了馬家 是不勉強自己的 我已經決定好了 我也知道文彪對我是認真的 那你呢? 沒問題 與其找一個我自己愛的人 倒不如找一個真心愛我的 其實, 你不需要這麼快決定的 你看, 你可以先跟她走走的嘛 我覺得這一刻是一個最好的時間 找到一個真心愛我的 最重要是幫到馬家 我真的很開心 是嗎? 你讓我出來就是看你喝酒 還有聽你說你前度的事嗎? 看來你真的很緊張他 沒用的, 現在他眼中借下龍文彪 龍文彪其實也不差 你又不在他們的圈裡 你怎麼知道他們的壞事? 什麼?龍文彪跟死鬼祖媽是一樣的 看來你知道他有很多事 在Chelsea是傻的 當成龍文彪是證人君子 我告訴你, 龍文彪的壞事 我知道得一清二楚 這份是金龍和馬氏 最新議定的合作協議書 上面的條文已經更新 清楚寫明 馬氏原本在新鐵路線總站 地皮合作發展項目的第二階段 需要注資140億 現在得到我們金龍同意 可以在原定日期順延三個月 另外, 新協議書上也寫明 如果馬氏最終未能夠注資的話 我們金龍願意電資 不過, 馬氏要在日後 連本帶利攤還 而上述的發展項目的權益比重 是會重新調配 當然, 這個協議最終落實 先決的條件是 龍文彪先生和馬超池小姐 能夠順利簽紙結婚 我說話出來, 大家不要笑我 今天簽這份新的協議書 在我眼中就要簽結婚證書一樣 對, 龍先生, 你真幽默 Chelsea, 這份新的協議書 你有什麼意見? 出來要看清楚 法律的東西, 你比我們清楚很多 我對這份文件沒有意見 好 謝謝 謝謝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大家不要介意 裡面的身家條款是我爸爸的意思 他說做生意, 消死人後君子 所有東西寫得清清楚楚會好一點 對的, 做生意一定要清清楚楚 大家有信心嘛 你明白就好了 今天難得這麼高興, 多喝一杯 來 喝一杯 這麼客氣, 龍老爺 叫得這麼見愛 要叫親家才是嗎? 只是一句而已, 以後就有很多機會了 親家老爺, 你真是教旨有方 我們有文標這個女婿, 真是安樂了 對了 他們的結婚派對, 知道正在什麼時候嗎? 我這個人就最開通了 這些事, 當然是留給年輕人自己的 對… 爸爸, 媽媽, 和叔叔和伯母 怎麼樣?爸爸 和叔叔和伯母在聊什麼 聊得這麼開心? 我和未來親家在說你的閒話而已 坐吧 來, 坐吧… 謝謝 對了, 我要跟你們這些姨媽姑娘 打聲招呼 你們慢慢聊, 隨便 收拾… 我爸爸最喜歡開玩笑的了 所以叔叔和伯母, 你們不要介意 不會 龍老為人風趣, 有那句話說那句話 聽查士說, 伯母你很少出來應酬 今天這樣會不會很累? 不會, 有老爺陪著, 沒問題 來, 乾杯 乾杯 叔叔 這就是母憑女貴了 媽媽, 為什麼不過去臭熱鬧? 我拿了點東西給你吃 吃飽了 不吃也飽了 你不舒服嗎? 心不舒服 小弟, 我們幫老爺和二奶奶 還有一對新人拍張照片 什麼一對新人? 叫一下叫一下就對了, 快過去吧 來, 站得親密一點 沒事 老爺, 老爺親密一點 好 一、二、三 一、二、三 我們再拍幾張可以放上官網 好 查士姑姐, 很漂亮 你以為今天這裡這麼多人 誰真心看查士高興? 肯定不包括你和我 誰最開心, 我想一眼就看錯了 好啊 終於可以挽救新鐵路線的項目 難怪這麼開心 真的嗎 你們, 撐近一點, 抱著 水面珠燈, 還要移動一點 好, 要穿一穿的 真是浪財女貌, 天作之含 真是浪財女貌, 心作之含 你不想Celsea得到幸福嗎 Celsea, 你不希望我們馬家到過難關嗎 現在兩全其尾, 別撲冷水了 Celsea真的得到幸福 現在如之我祖 你可否有正能量 我們馬家可以解決危機 對Thomas也有好處, 大家都是贏家 我想最終那個大人家, 始終都贏 今天是大好日子, 我們不說這些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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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是 石吉祥來拍吧 1、2、3 你喜歡趁心的, 趁心的 趁心的 就是所有可能性 馬市能夠如期注資 這個項目就可以順利進行 萬一馬市無法如期注資 改由我們電資 金龍就會佔最大權益 可以主導整個發展項目 再加上 原先已經有的違約賠償條款 就是說,結果如何 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贏 我只是照爸爸你的意思去做 你真的沒有思心? 其實以我看來 這次的最大贏家 是你就是真的